各位凯莫 大家好 非常高兴是由Stan哥介绍我上台 其实我在刚接任政委的时候 就是三年半以前 当时我人还在国外 事实上在纽西兰 那大家都不知道说Digital Minister 就是数位政委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英文的一首诗 然后来解释说Digital跟传统的IT 有什么不一样 那首诗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When we se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Let's make it an internet of beings 就是说我们看到万物联网的时候 我们要改成要把智慧联网 那这个智联网的概念 就是Stan哥提出来的 那当然在后面我加了很多的隐身 但是如果没有当时 Internet of beings这样的讲法的话 其实我们所谓的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这个论述也没有办法展开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谢Stan哥 非常高兴 好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 大概都在讲数位转型嘛 那所以我也讲一下 我身处的这个行业 也就是公共服务业 那我们公务员嘛 就是公共服务员 所以当然算是一种服务业 那我们的这个服务业呢 的转型 其实在这个数位的时代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你的客户 会变成你的共同创始人 共同创办人 甚至是就是你的价值的领先者 那这个跟传统的服务业的做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我们是公务员 当然更应该要是民主国家嘛 是以民为主 可是讲呢大家都会讲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子做 那我们三年多来 也有累积了一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 就是大概今天花个十分钟左右 跟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不令指教 那这个是我们对外 这个分享所谓台湾模式 很常用的一张图 就是说Who can help Taiwan 就是说现在各国都叠近一个 深不见底 这个底可能是年底了 就是年底不知道 会不会过去的疫情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你采用了台湾模式 好像就可以比较健康的 这样子走出来 所以我现在每天 大概七场左右的国际的会议 一大早起来 像今天是四点半早上起来 那是跟美洲那边 然后中间当然是跟亚洲的相关的国家 然后到了班晚 又是跟非洲跟欧洲 对大家都非常想要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 怎么样子不牺牲掉民主 反而可以促进民主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服务业的 数位转型的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口诀也很好记 就是三个嘛 就是fast, fair, fun 就是快速,公平,有趣 那快速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叫collective intelligence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所谓的群众智慧的意思 就是要超前部署的时候 你必须要比别人都早知道 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PTT呢就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这次这个 如果不是有这个护国神闻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提早 全世界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理解到说 哦,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SARS 因为其实李文亮医师的这个post 当然是比在PTT 要提早一天po出来 跟他po起来之后 马上就被消音了 立刻就被和谐 而且就在他转po到PTT的同时 他正在被他的医院的人约寻 然后很快就请到公安那边去了 所以可以说 他那边没有触及到多少人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因为大家一看 这个PTT上面 这个藏龙卧虎啊 很多专业的人士 一看就知道 这是真正的这个意见的这个报告 绝对不是就是生安白造的 所以就会推文嘛 推文就会推报嘛 推报了 当然这个我们罗云军副署长 就马上就会发现 那发现之后呢 我们隔天马上就说 武汉来的班级 都必须要做登机的检疫 那这个就告诉我们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说 湘民呢 它是完全的言论自由 他完全没有觉得说 我这样子讲 会被公安请去喝茶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那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说 就是有那种半夜 不睡觉的防疫医师 他非常相信人民 他不会觉得说 人民吵这些东西 是浪费公部门的时间 相反的 只要是被湘民退报的 我们绝对都非常地认真地 严肃以待 那一看发现 真的大事不对 马上就启动 SARS的应变机制 那这个在亚洲是 我们的unfair advantage 就是说是一个 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整个亚太地区 只有我们跟纽西兰 是Civicus Monitor 这个人权团体 评价说任何人 这是在湘民的讲话 他的这个发现权 跟一个部长是一样的 他不会因为他讲话 跟部长不一样就不见了 那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也不用讲什么群众智慧 所有人讲都跟部长讲的一样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才有可能 去有这样子超前部署 而且我觉得这一个 也很棒的一个fast iteration 就是说我们快速 不是只是快速 从民间这边取得资讯 我们这边一旦 有一个新的发现的时候 我们也非常快速 通过这个140多天 每天下午两点的 这个科普时间 带状节目 就是大家都会去收看 然后就是多学一些 关于传染病学一些知识 那任何人呢 你如果有任何想法 想要给这个带状节目的制作人 你就只要打1922 然后打1922 就九成多的几率 马上就会接通 然后你如果是 对昨天的节目有什么 就是询问的话 那个团队还会非常 巨细民意地告诉你 那但是如果你有一些 新的梗 好比像说 在4月的时候 就有一个小男生 然后就打电话说 这个他不想去上学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有粉红色的口罩 因为你配起口罩的时候 不能选颜色 那所以他觉得说 他同学可能会笑他 他又不想去学校 那其实这个 这种人还蛮多的 就是这种小孩还蛮多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内部讨论了一天 那隔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 指挥官所有人 都穿上了粉红色的口罩 顿时之间 这个小男生 变成最酷的一个人 因为他才有 指挥官有的口罩 其他人都没有 所以社会创新的 这个感染力 是非常强的 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次 两次 你社会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你要拖半年一年 政府才参赛 那大家就不会 花那么多时间去贡献 但是如果你一想到一个主意 隔天 政府马上就参赛 那大家当然就会说 那我想到新的主意 我更要打1922 所以不是只是快速的 从民间吸取资讯 而是说快速的反应 给民间知道 这个双向的信任 才能够建立起来 所以这是快速的部分 那接下来 就是可以帮我下一页吗 谢谢 好 公平的部分 公平的部分 当然这是很有意思 我做一下调查好了 有人到过药局 买口罩的 可以举个手吗 好 大概一半左右 有人手机上 有装过健保快移童的 可以举个手吗 哇 这个果然是凯末 也是一半左右 那有人有去 就是便利商店 有插过健保卡吗 不管是三倍圈 或者口罩 也很多耶 其实很多 OK 所以 其实刚刚这三个分布 加在一起 已经cover了 大概快九成了 那接下来10% 可能是有人帮你代办 或者是说 你事前已经超前部署 家里有很多口罩了 那样子你是用4.0 可能有捐给国外 不管是我们1.0在药局 2.0在app上面预购 3.0在超商 4.0捐给国外 这四个其实我们的顺序 就是一开始先照顾大部分人 其实当时我们在做 实名制的时候 当时我们其实超商的 那一部分是先好的 透过行动支付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一个人的身份 在超商推实名制 事实上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其实都已经ready了 那但是当时就是 陈其迈副院长告诉我说 其实如果用这样的话 就是只有有行动支付能力的人 才能够买得到口罩 那这样一算 全台湾大概三成多 四成最多了 那但是如果去药局的话 可以到七成多可以到八成 大家都可以会愿意去药局 所以去药局虽然比较麻烦 但是我们在公共卫生上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在一个 就是很大的集会里面 只有40%的人有口罩 那跟大家都不在意 也没有差到太多 那如果八九成的人 都有口罩的话 它才能产生一个 类似像物理疫苗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 照顾这个公平性 到后面再去让 小部分的 就是那些上班上很久 但没有办法去药局排队的人 比较用方便的方式买到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并不是只照顾少数人 我们不是推行数位科技 然后反而牺牲掉 大多数人的权益 而是我们先照顾 大多数人权益之后 然后再去让少数人 能够更容易地买到 那但是呢 那这里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简单来讲 就是众人知识 众人助之嘛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 推出实名制的时候 台南已经有一个叫 吴展伟的朋友 他就自己写出了一个 超商版的口罩地图 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上面 这家超商还有 这家超商没有 这家药装店有 这家药装店已经没有了等等 那他本来也只是要解决 自己亲朋好友的问题 因为他在那个LINE群组 就被洗版 就是大家都在说 这家超商买得到 这家超商买不到等等 大家可能都经过那两天喔 那所以他就写了一个 可是他也不知道就上电视了 上电视之后就全台湾的人都去用 所以他去吃个午饭 回来就欠了Google60万喔 因为他这个用这个地图的API 这个忘记快取喔 忘记存到磁碟上 所以每个人只要一打开这个地图 他又多欠Google一点钱 那所以呢 他只好赶快紧急把它收掉 然后到那个 刚才这个杜一锦老师有提到 G0V的那个聊天室里面求救 因为他知道说 在那边有非常多种 为了公益 而这个贡献的一些公民科学家嘛 他又说这个 我现在欠了Google60万 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省一点钱嘛 那然后大家就帮忙出主意 那我也是其中一个人 所以我就发现说 这个想法真的非常棒 虽然我们一开始只能在药局 但是如果药局的存量 让大家就事论时的一看到说 诚人58片 他刷一个健保卡 那一开始就是58会变56嘛 接下来是说58会变55嘛 那现在两周9片嘛 58会变成49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大家就不会在那边说 诶 有谁按杠啊 或者是说 有谁这个一定靠关系才拿得到啊 或之类的 因为这个是所谓的参与式验证嘛 分散式的账本嘛 我们有一百多的开发者 每一个人的手上 都有同样的药局的存量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 自己看排队的前面的人 后面的人都在滑手机 就是每个人都要验证说 这个我真的刷的时候 他的库存量真的有减嘛 那在这样子几乎是全民一起监督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跟钥匙之间的信任 非常快就建立 比起早一个阶段没有实名制 也没有合作地图的时候 跟超商地图这边的合作来讲 不是靠人去回报 而是靠钥匙们 愿意去把它的库存量贡献出来 那这个创新其实是非常依赖于 我们在现有的这个开放资料的架构 我们开放资料架构 跟我们一般公开的资讯不一样 大家如果申请过政府公开资讯的话 应该可以了解到说 通常至少要两三天 才会发到承办人那一边 那如果政府主动公开统计资料 大概就是一季了 那一个月也有了 这个一个礼拜也有了 一天也有了 但是没有像这样是每30秒 每30秒的公开 那个就是所谓 机器对机器的公开 是没有公务员看过 要是一刷了马上就公开 那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彼此现在互相信任 才能够凝聚起来 所以就知道 Trust citizen with open data 那这个变成我们台湾模式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呼吁 一个倡议 所以像韩国的朋友 比我们晚了一个月嘛 但他就是拿着这个地图 去告诉韩国的官方说 你看台湾的政府 这么相信自己的公民 他们的公民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地图 那如果我们的公民 还写不出来的话 台南有另外一个叫江明宗的 就是一堆三角形的那个版本 他已经写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韩国的口罩地图 是台南人写出来的 那他们去说服台南政府 去透过我们同样的这种方式 每30秒去公布即时的这个存量 那这个到最后 就是变成全世界都有听过的 这样子一种创新的方法 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可以让民间的朋友们 也提供他们的分析的能力 不是只是视觉化 视觉化只是即时的呈现而已嘛 他如果有做像这种 这种期货啊 这个供需比啊 这种之类的 各位应该非常擅长的 这些数字的这个 寻证治理管理的方法 他就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产量提升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提升的产量 很均匀的配送到 全台湾的各个地方 那某些地方 看起来从县市的角度来看 大家都拿得到 但是就是某些区域 因为它的这个距离 就是离它最近的药局 事实上是相当远 那所以说 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说 哪些行政区域 他就是拿不到口罩等等 那这些非常有帮助 我们每周就调整一次 我们的配送的顺序 就是靠民间 像这些口罩 仪表版的朋友们去做到 所以可以说 decision making 就是我们去做 决定的这个过程 也是参考了民间的 就是寻证的决策 不是只是政府自己在做 所以按照这个寻证决策 我们就发现说 真的就是有某一些地方 常常是科学园区之类的 就是大家工作时间非常的长 下班的时候 所有旁边的药局都打烊了 所以他们就是 怎么样都拿不到口罩 他们就变成剩下来 就是两成左右 变成破口 那所以这两成 一定要让他们拿到口罩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跟24小时 都营业的超商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苏院长这个很开心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次 就是跟超商合作 那超商当然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促销的手段 所以这次是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大家本来说 什么多七块钱的处理费 但是每一个超商 他给的优惠 都已经超过这七块钱 所以就非常非常有效 一瞬间这个一推出 三年一推出 药局马上就分流了 然后药局就再也不太需要排队 但是当然还是有人去药局排队 就是聊天啊等等 那这样子药室 就可以比较有生意做 就不是只是 好像处理这个排队的人潮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就是说 一开始照顾公平性 那接下来就是去 跨部门的这样子互相合作 才真的能够达到说 社会创新是由 社会部门先发动 然后呢 工部门呢 去帮忙这个 找到适合的资源 然后比方跟Google谈判 Google最后免了 无占位的那六十万的债嘛 然后接下来再去找 经济部门的朋友 把它scale out 就是把它变成 就是整个社会都能够 使用的一种创新模式 这跟传统上的 所谓的采购的方式 是刚好反过来的 因为采购是工部门先决定议程 那民间再来试着搭配 但这个是所谓的反向采购 就是民间先有一个 大家都觉得很棒 只是它续航力有限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想尽办法 去把它变成在全国的范围里面去使用 那当然现在 其实我就是每天这样子 去跟各国谈 其实很多朋友们 他们关心的不只是pandemic 因为pandemic呢 他们还知道 就是技术上 科学上要怎么样子去控制 就是这个疫情 大家更担心的很多在地方 是所谓的infodemic 就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很焦虑 那焦虑就会出现各种 就是恐慌性的购买 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等等 也就是说在线上的 传播的这些 也是具有传染力的这种 让人觉得非常的愤慨 非常的觉得很不舒服的 等等这种想法 它一下子的传染力 因为大家都锁在家里 因为除了在台湾之外 大家大概都是lockdown 或半lockdown的状态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种 传播这种愤怒的 或者是不实的讯息 这些虚假的讯息等等 其实是有非常多时间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这种 就是基于outrage 就是让人同仇敌开 但是可能不是真的 的这样子讯息的传染数 一下子就超过三 就是平均一个人 会传给三个人 那一下子就变成了 一个大流行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model 里面另外一部分 就是所谓的humor over rumor 就是让大家怎么样 去运用幽默来辟谣 让大家在看到一个 讯息的时候 心里如果有愤怒生起的话 但是你看到这个 关键字的时候 你脑里已经有另外一个 更好笑的东西 那好笑的情绪 跟愤怒的情绪 是没有办法并存的 所以我们就要让好笑的 这个讯息 它的传染力 能够大过三 比方说到五到十 就是每个人可以 一传十 十传百 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的话 其实就不会出现 所谓的infodemic 不会出现这种不实讯息的 大流行的情况 麻烦下一页 所以上一页 大家看到苏院长的正面 现在是苏院长的背面 苏院长我们是走动式的长辈图 就是自带梗图 就是正面背面都非常有梗 所以这个梗就是 我们只有一粒卡层 所以不管你再怎么会囤 都没有用 因为中文囤跟囤是谐音 所以大家一看到之后 就觉得很好笑 而且这个梗 它的外包装 也是跟卫生纸的包装一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R值 非常非常的大 看到之后大家都忍不住要宣传 不能只有我看到这样 但是事实上它里面的这个 是非常专业的 它就是告诉大家说 卫生纸的产地是南美 一用口罩的产地是台湾 所以说我们虽然一天 从200万片 最多到变成一天2000万片 但是卫生纸 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是当时 所谓卫生纸直换的时候 大概到第二天 就控制住了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疫苗 它的这个散步率 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看过这个之后 会心一下 就不会再去传 那个不实的讯息 而且底下也有说 这个意图抬高 民生必需取的价格 最高关三年罚30万 后来我们也真的找到 一开始是谁 这个传这个不实的讯息 后来发现是这个 卫生纸的一个直销商 所以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种幽默辟谣 它确实是可以让 不管是基于私利 或者是基于什么别的 这个就是不善的意图 的这样子一种愤怒的讯息 让它好像没有用武之地 那这个也是我们现在 常常跟各国的朋友们分享的 那当然这不是只是一次性 几乎每天都有 因为我们在每个部会 都有所谓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是去跟这种不特定的 在网路上面 快要成气候了的这样子一种 对我们有很多批评指教的朋友 能够很正面地说 那你行你来啊 或者是说你觉得暴水软件很难用 那我们一起来设计啊 等等的这种 透过就是民众的愤怒 然后把它引成 变成所谓我们叫 这个负能量发电 就是直接不是会炒的有糖吃 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口部的炒 变成火部的炒 那在卫福部 他们是最早导入这个制度之一 那卫福部现任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家里刚好有养一直柴犬 那所以说他每次这个他的部长 就是指挥官啦 开完记者会之后 他只要回家 这个请他的狗狗摆一个姿势 然后拍一张照片 他就多了一张新的梗图 不像海巡术 还要一直付那个图库的授权费 他这个就是免费的 源源不绝的图库 所以不管是说 我们室外要保持两只狗的距离 室内要保持三只狗的距离 或者防疫期间严禁持手手 戴着手口罩可以保护自己免于 自己没有洗的手 这个碰到脸啊等等 那这些每一个的儿子都相当的高 那每一次这样子的传播 大家就离这个流行病学的正确的知识 又进了一步 那每次又进了一步之后 民间才可以 因为这样的关系 有新的创新发生 然后又可以被我们1922增幅 就是amplify 就是扩增到这个全国 那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把 所谓的台湾模式缸 Fast Fair Fund 这三点 作为任何做公共服务的朋友 不管小至一个城市 大至一个联邦 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让所有的参与者 都能够觉得说 那我自己不要等政府 我就是路线不平拔刀相助 而且他只要有一点点 真的很好的想法出现 我们就扩增这个想法的这个影响力 那这个是所谓的台湾Can't Help 就连这个我们跟各国的这个使节 宣传的这个网站 也完全不是政府做的 这个是一群这个聂永珍啊阿迪啊 这个林祖怡啊等等这些人 他们就是去御用群众募资的方法 因为当时这个坦德塞 Dr Tedros 对台湾讲了一些 可能有一些误会的话 所以他们就写了一封很愤怒的信 然后说我们要去登纽约时报 那一瞬间就非常非常多人 帮他群众募资 他们也真的募到了钱 但是呢在同时 就很多人跳出来踩刹车 说这个实在是太中二了 因为如果是一个一般的外国人的话 其实不会了解到说 我们到底跟WHO 有多么长的这个恩怨情仇 所以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的讯息 不是说我们被WHO欺负了 而是说我们独立于WHO 研发出了一整套 刚刚大家听到的台湾模式 就是我们现在愿意跟全世界分享 是一种比较成熟 比较正向的 那所以呢他们这个集资团队 也在24小时之内 就推出了非常多版本 而且所有捐钱都可以投票 也就是说他捐钱 不是只是好像股权一样 他是买参与权的 就是他真的是参与这个议程的设定 那到最后真的登到纽约时报 登到这个网站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 非常就是端得出去的一个 就是王道的 的这样子一个形象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公民参与的一个就是网站 所以如果大家到台湾Can't help us 的话 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当时的 陈建仁副总统 也专门录了一个多国语言的 这个防疫的宣传的影片啊 教大家最基本的传染病学啊等等 那这些其实就是台湾 在国际上一个新的形象 就是说a force of good 就是我们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一解决之后 不是必走之争 马上就分享给全世界 而且全世界如果把我们的 这个想法变得更好的话 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 绝对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很霸道 这个你如果不愿意 这个臣服于我们的话 要搁一个港口给我们 我们绝对不做这种事情的 所以就是台湾Can't help us 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民间 不管是经济部门 或者是我们工部门 现在对国际的一个新的形象 那一项大家跟大家分享 谢谢 谢谢唐政委 谈整个我们在这个防疫里面 利用我们特质 我们在IT的能量 以及我们民主社会多元化的能量 建立一个台湾Can't help 这样的国际形象 那今天我事先 主办单位希望我跟各位提题目 那我就看题目没有听到内容 就先你一些想要问的问题 等一下第一个第一题问题问完以后 因为时间还够 所以也许会再提问题 或者大家互相提问题都可以 那大家如果台上的人 没有细唱不下去的话 要请各位提问题 才可以在六点十分能够结束 我的责任是希望不要耽搁大家吃饭的一个时间 遥控器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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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因为实质上 我刚好最近跟张宏人一起发起了 台湾数位防疫产业大美盟 为了智慧医疗做超前部署 那主要的当然是说希望能够国际化 那这里面最要突破的当然是形象的问题 台湾的形象 当然我们唐政府委员已经 每天都在盘为台湾受造形象 所以我不知道那么细的内容 所以我提出来是 大家如何提升台湾的国际化的形象 那这个一方面可能政府还可以再继续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唐政府委员 对我们业界可以再努力的地方 提供一些你的看法你的意见 因为从品牌形象的角度 第一个当然是定位 那现在从防疫的角度 我们的定位已经就在那边了 第二个就是知名度 那个知名度的来源是每天每天 不断的在强调 就是知名度是累积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能台湾要有机会 相对可以说受到各国注意的 这个是应该是千载南红的一个机会 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把台湾 以大家这个虽然这个疫情跟政治运作有关 不管是美国巴西都是跟政治运作 产生了一些问题 但是很明显老百姓才不管政府 而是他自身的安全的问题 所以利用这个机会 台湾的国际形象 如何有效的能够借用这个机会来提升 那跟我们的科技 因为这个跟应用的数位的科技 有关联的 是不是唐正伟 谢谢 这个问题是非常好 我确认一下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目前在国际形象上 是怎么样子先把台湾这个branding 做出来之后跟产业有连结 第二方面说产业又可以再贡献 这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其实 大家看到现在不管是外交部也好 我们民间也好 大联盟也好 其实Taiwan Can Help 真的是大家共用的 这不是说只有政府才能够用这个branding 所有人都在用这个branding 事实上在Twitter上面 在社交媒体上面 从来没有听过台湾的人 他有的时候只是 因为他想要杠杆一下他的政府 他觉得他的政府疫情处理得不好 那他也会故意来引用一下 然后说Taiwan Can Help 那意思就是要刺激一下他们 像我在日本当然就是有很多的朋友 就是像什么唱饶舌乐 嘻哈音乐的什么之类 都会直接把我列成共同作者 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个IT大臣的这部分 那当然其实我只是用开放式创新 我就是所有的演讲 所有的对话等等 这个都是用CC授权 就是创用CC授权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使用 像我一几百科那样 所以他们做创作的时候 会自动运用我的作为素材 我并不是真的有去跟他们进录音室 可是我后来就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所塑造的这个形象 这个IT大臣的这个形象 跟我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观点 就差不多跟七龙珠里面的悟空 跟西游记里的悟空差不多 就是除了这个同名同姓之外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塑造了这样一个 因为我们是民主 有直接民权的共和国嘛 我们其实没有大臣 有军才有臣嘛 对 那在他们塑造这个形象 其实他们就是要去不断地刺激 他们的内阁也好 他们的就是政治人物也好 像在当时这个东京都 他们用这个开放原始码的方法 做了这样子一个社会创新的一个网站 去让人一目了然 可以看到东京都疫情的这个现况 那当然在台湾像聚零力社群 也有帮忙翻译等等 那但是因为我就上去把这个 就是合制汉字那个体 改成这个繁体的体 那所以呢他们就立刻在民间 就是开始炒作这件事情 而且无论如何就是要让他们的市长 就是东京都知识 注意到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强调说 台湾都已经可以公民这样直接参与 去做政府的服务 为什么日本做不到 那所以就是为什么台湾能日本不能 或者为什么台湾能韩国不能 台湾能巴西不能 台湾能哪里不能 现在就变成一个 我们非常容易做的杠杆 因为根本不是我们做 而是他们当地不满现状的 这些年轻人去做 那当然后来这个东京都知识 也真的就发布了这一则讯息 那当然后来连任了嘛 那所以就是说 当他们的民间 想要改变他们的政治制度的时候 他们可以看上台湾 然后说你看这是一个很和平的 也没有什么暴动的 而且是一个好像在大家都 不知不觉之间 就完成了数位转型的 这样子一个工作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国际 目前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象 那而且因为我们讲社会创新这件事情 现在都是扣合所谓的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但是当时联合国制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也问过台湾非常多的NPO 所以这17个永续发展目标 等于是全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 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有上一个平台 叫社会创新平台的话 就可以看到有台湾非常多的 不管是中小企业 或甚至大型的企业 都愿意在上面去揭露说 我不是只是照顾台湾人 我在全世界到底做了哪些好事 而这些好事是由联合国17项 永续发展目标来定义的 所以这个就是产业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只有公开发行公司 它现在因为要做GRA报表 要做其他的CSR的揭露 所以一定要去做它的所谓的永续策略 就算是还没有上市规格公司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社会创新平台 来揭露说 那联合国说2030年全人类 要共同达到这些目标 到底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具体帮了哪些忙 那这些就好像17个世界对话平台一样 在所有的国际的场合里面 他们就会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去看说 某一个企业它真的达成了 永续发展目标几点几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被奉为上兵 因为在以前还有说 会员国做前面这个观察员做后面 但是现在因为所有人反而都是线上 每个人都是一个一个小方框 再也没有做前面后面的差别 所以就说各位只要一加入这个平台之后 参与国际会议之后 就跟所有其他人都是平起平坐 那这真的是一个千在难逢的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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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 受到大陆的前面的轰杀 那民间来做很多的事情 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那我进一步再问唐政务委员是说 这一次你在国际上参加那么多会议 受到中共的打压多不多 对 其实我是因为我只参加 以永续发展目标作为这个大帽子的会议 那中共呢他们也在2015年有签署 说2030年他们也要达到这些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非战区 谁要跟永续发展目标作对 那就是跟全人类作对 所以等于在这17个题目里面 我们不会看到任何政治上的打压 那就算他们比较不习惯的情况 比方说之前在日内瓦的时候 这个不小心被记者发现 我有派机器人去 那也是有人会举手抗议 可是那个主席马上就很大意凛然 意证此言说我们在讨论policy 我们没有在讨论politics 因为这17个发展目标 169个具体指标都是当年中共自己也同意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出来说 这个我们应该要反对优质的教育 我们要反对这个节能减碳 我们要反对这个循环经济 这是不可能 因为他们当年也有参与这个SDG的制定 所以但是你一超出这个边界 那几乎当然就会有非常多的打压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非常鼓励大家 去用SDG的这17项来评估自己所做的 就是对世界正面的影响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在世界上面 就说我现在是在就是达成SDG几点几 那你只要这样子一讲 其实中共就不太可能来打压你 不管是你是什么身份这样 大家看到我们有责任了 民间要提升我们台湾的形象 我们是相对方便了很多 不过难得唐政委员可以找到那个 缺口不是漏洞 就是一个缺口能够提升我们的台湾Can Help 那接下去的问题 问薛首长 下一个 我再往这边 我们下面 因为5G呢 虽然是大家喊的那么多 但是一般中小企业实际上 他应该投入的时机 投入的资源的方向 重点都抓不太住了 那以你对5G的研究这么多 也对台湾的中小企业有所了解 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好了好不好 好 好 我就是刚就像我刚才在talk里面讲 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罗曼蒂克的想象 我叫temp down 你们的对于5G的那个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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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等我都可以 好 好 那我 我觉得我就刚才讲 我觉得5G这件事 一开始已经是从通讯设备开始走起 好 这个没有意见嘛 那手机我们有联发科手的 没有什么问题 再来就是小基站那一块 那做小基站当然有做那个整台的系统 里面当然会有PCB板 材料 铜箔基板 像刚才有一个 厂商跟我们讲的connect 或是那个cable 通通都有 这本来就会一连串就像粽子就拉起来 这本来就会去做的 这台湾都没有问题 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 我们台湾虽然没错啦 我们对面这边讲说软体要创新 我其实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们为什么都不来Google Microsoft 我现在稍微老了 我就觉得 我们台湾的制造非常的坚实 你好好的去固守这一块 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去傻傻的 就说你要放弃 你要就要做这一块 这就是你独特的地方 台湾人就是很擅长制造 他什么东西都想做 他在整个ecocene 他总是会找到他的位置 他大家都找得到 所以聚落就很容易做得起来 那我觉得 就是因为他有这种非常flexible 不知道刚才有人讲 每个人都想当老板那种精态 然后他的眼 他随时随地都在找 我听了你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台湾 居住在台湾这个人民 我们的特性 这个麦克风 麦克风 麦克风 好这样可以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现在在做这些事情都有 因为我们这种很flexible 然后眼光一直在找新生意的这个特性 这就是台湾跟世界竞争的一个能力 就是opportunity大家都看得到 正在短期内你就可以reorganize 然后把它做出一个 那个cost effective的产品的这个能力 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体会 就是台湾整个所有的产业里面 最大的优势 没错 我们可以学美国人非常innovative的model service model business model等等等等 那是一条路 但是你现在有的这个 你有一个很坚实的制造的能力 那随时随地要改就改 一两天一两个礼拜 我就把它改过来 我马上就可以address 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capability 那尤其是在于世界变化很快的时候 大家在争的是争这个 那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我最impressed 在我回来十年年 最impressed 就是有一家公司叫微影 可能你们都有听过 微影 尤其是微影 微影在2014年它的revenue 大概是三四十亿台币 到了2019年1800亿 这是1800亿什么意思 台湾所有的网通常加起来都没有1800亿 什么Dlink 什么Alpha 什么明泰 加起来没有1800亿 一个小小的公司可以做出来 为什么 它take advantage of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在public的云端的世界里面 Google Amazon 跟Microsoft 把HPDail拿掉这件事 这个潮流它拿到了 然后很快就转过去 然后就take advantage of它 那这个是一个能力 那我刚才讲5G 不是讲O-Rain Public什么O-Rain那件事吗 我觉得那会有另外一波 就是电信的设备 突然间open up 然后用standardized的硬体去做 这个也会是一个机会 台湾应该会有很多厂商 不只是server厂 所有下面的整个ecosystem 应该都会受惠 那我认为下一个 就是中美战争这件事情 中美战争这件事情 一个possibility 就是我们台湾的厂商 两边都要吃 对吧 他骨子里是这样想 就是华为 你美国不卖 我卖 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当我们政府单位 不能直接去帮忙华为 但是我猜所有的厂商都在想 那我举个例子就好了 譬如说现在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就是美国我们做IC 都要有那个cat tool 你就要用cat tool 才能设计你的IC 突然在讲 他突然间讲说 你们这个所有美国的做cat tool的公司 不能卖给中国的IC公司 那那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方面当然是美国人不希望 那个中国的IC公司发展太快 这没有错哦 但是另外一方将是什么 整个中国IC公司所用的cat tool 那市场突然就open up 就是那些美国的cat tool公司 通通进不去了 那什么意思 那就是一定要有个另外一个一对的人 来service这个market嘛 而且这美国政府傻傻才帮你 那整个市场都把你清空 说你美国公司不能进来 那不是很好吗 那你就赶快去啊 那你能做什么就赶快 那现在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address这个market嘛 现在重点是 但是我认为这就是台湾 也许在软体我们没有那么快 我们也没有那么实力 但是变成两分化的市场 两个ecosystem的市场 其实对台湾的这种快速转变的能力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可以变成这个 马上可以address两个market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没错 我们在做数位的升级的时候 不要忽视软体 你硬体不能直一直做硬体 但是你说看真正非常 那种过去几年真的很发很发的 的公司在我们台湾的股票市场 几乎都跟硬体有关系 我one again 我不是强调不应该做软体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的硬体的本力 你千万不要好高欧远就把它丢掉了 你还是要老老实的去做 该做什么数位转型啊 什么工业4.0 你都要去做 你不要不做 那你要自动化等等 都应该要做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软体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能够把一些什么奇奇怪怪东西做的 制造出来 然后非常平价制造出来 然后很快速的做出来 这是台湾 我们我所看到的 我在世界各国看到 台湾的公司 就有这个特性 他就是能做这件事 他也不是很好高欧远 我就一进来 我要赚大钱 反正给我小小的钱赚也可以 然后就 就从那边磨练出 他很优秀的那种制造能力 我觉得我们要appreciate这种capability 但是along the way 我们当然要尽量能够引进软体的技术 把我们的制程弄得更efficient 等等 那个都应该去做 但是这个能够很快速的制造新的东西 然后转向的这个能力 我们千万要继续持续下去 好 谢谢 我利用这个时间说澄清一下 我的微笑曲线 从来没有谈过要放弃制造 只是说相对的制造 它的附加价值是比较低的 但是因为它的量很大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何况硬体制造的硬体本身 就是走向未来的载机 你所有的软体 所有的服务都要有一个载机 那台湾现在掌握世界上最多 最先进的一个载机 绝对要有效的能够掌握 实际上在AI的这个过程 还未来发展很多 台湾的制造业以台积电为主 因为它在生产的时候 它的数据是非常多 它用大数据用AI 使得它的量力 它的throughput 就是能量 变成世界相对最领先的 都是借重这个大气势 AI以及未来新的基建 新5G这个客观环境 我想顺势则兴 逆势则亡 所以我们当然心里一定要 顺着这个大势 来掌握 借重现有的基础 掌握未来的机会 这个也是 因为有时候前瞻的讲法 有时候就好像误导说 应该放弃什么 不借重我们现在的优势 那才是笨蛋 这个是我刚刚也谈到 我们的弹性 我们的速度 那个slide没有写出来了 我们的成本优势 但成本优势 并不是永远的 因为越成功成本就越增加越高 所以创造价值的能量呢 是非常重要 刚刚就CAT CAT就是软体设计的平台 实质上很多华人 CADens 或者好几个都是华人创新的 所以如何在那些变成 他的华人不要放在美国的话 就会掌握未来可能需要的 一个有市场需求的一个机会在那边 那我想接下去 应该是几张 几张的问题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转型升级 那因为在几年前我就提出 要产业4.0转型的 投资抵减的一个大策略 因为当年投资抵减独秽高科技产业 那时候是赖委员 赖院长那时候是赖委员 他认为这个是不公平 所以就有落入条款 那实际上投资抵减是让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能够蓬勃发展很重要的助力 而且我也特别去台积电去把财务长做了 就统计出来 虽然前面少交的所得是好几百亿 但是实际上最后算总账是加倍奉还 后还还何况国发基金现在的 拥有台积电的股权 他最近是用那个股权去银行 就是做信用保证拿了一千亿出来 就是作为很多投资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觉得让各行各业能够 基础局转型升级4.0 这个是一个台湾全面性的提升竞争力 很重要的措施 我觉得过去我们在CPC 就中国生产力中心 在应该40年前 从前年品质 就是QCC到TQM 整个把台湾所有的 现在所有的产业品质 当然是世界有一个水准以上 第二个ISO也是国外引进 有这个概念以后 台湾也是变成全世界最普及的 中小七也都做了 那我觉得台湾有机会 在产业4.0里面也会在未来领先的 那有需要政府的政策 能够来引导 那我一直强调 财政部呢 部会短期牺牲一些税收 而且我们的制度叫做奖协金制度 刚刚李局长有谈到一句话 说不赚钱你就不能理解嘛 对不对 你成绩好了才可以得到好处 不像欧洲都是补助的制度 让美国现在失业的人 不想回去当餐厅的服务员的 因为他拿去失业救济就好了 但是我们的过去的制度都是说 用投资敌检或者缓客等等 都是你有投资你成绩好 你才可以享受到这奖励措施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很积极的 当然刚刚我听几张讲 有一点点已经在特定的项目里面 已经有投资敌检的这个方式 那如何 因为这个是一个空气的问题 使个台湾各个大大 各种不同的大大小小的产业 都能够转到4.0 那这个政策可能会希望变成台湾 相对就像防疫一样 全民就整个在世界上就能够领先了 这个可能从财政部的市场是用点在看 那我希望应该可能唐政委也可以帮忙 来说服政府比较更高的位置 看得比较严的思维呢 来考虑这样一个政策呢 对长期国家的竞争力的效益在哪里 请问集长 我再补充一下工业级也已经错了 因为Industry Bureau也犯错了 应该叫产业级 不过很可惜的在立法院还睡在那边 还没有改成产业级 工业级会变成产业级 好 谢谢这个Stan哥 大概产业的这个一些往前发展的时候 不同阶段当然就有不同的工具 那那个市董事长其实 这几年大概陆陆续续也常常灌输 我们这些观念 尤其在产业4.0的部分 是各个产业怎么样去做鼓励这些创新 所以他有一些文章 他就会赶快就寄给我 也会寄给我们 之前是省部长 现在是省副院长 所以其实他的一些想法 我们其实也潜于默化之中 变成一个政策的执行上 举例来讲我刚刚在这个 我的演讲里头有提到就是 99年的时候 产丧条例修法的时候 就把投资的部分 这个抵减的部分整个拿掉 那我们跟财政部争取相当多次 每次讲到投资他就说 你就已经有清税减证 营锁税已经降到25% 降到17% 所以就完全没有空间 那后来营锁税现在17% 又升到20% 所以3%又拉回来 所以我们其实就 刚好有这个契机 所以才跟财政部 终于谈到说 智慧机械不分产业的 你只要投资在机械里头 有智慧化的 就是导入这些ICT 或是可视化等等的部分 这个是可以做抵减 那这个争取到3年 那你财政部 就是刚刚董事长讲点 其实他就是点放 他不会齐放 就是要一直跟他去做 但是其实这样的投资 是未来的3年5年10年20年 是很重要的契机 为什么 因为你机设备买进来了之后 你就生产工具 机械是工业之母 所以你奠定这个基础之后 其实是往前这样的生产 第一个是可以同时产业做升级转型 第二个就是做下去 咕咕等等 所以其实如董事长所说的 这个就是长远来看 他赚的税收 其实是比损失的税收高很多 所以我们其实税制支出算完 也是能够对国家的税收 是有帮助的 那财政部才同意让我们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那这个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新闻台积电 现在市值是超过9兆 终于破了9兆 但是也不止硬体的 软体的联花科也破了一兆 所以基本上这几个软硬的 往前推动的过程中 其实台湾是一点一滴去扎 像这样的基础 那董事长问到说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政策措施 刚刚讲是税制的部分 那这需要跨部位去做一个协调 让大家有比较好的一个诱因 那另外就是在 经费的编列上面 我们会去争取到 像对于这个各行各业 要去做这个产业的研发 那我刚刚讲的部分 有提到一个叫供应链的群聚计划 那这个就是让它的supply chain 让它的MES的这个系统呢 能够从供应链的这个角度 去把ICT把它导入 那我们这个凯模 这个Louisa凯模 其实我去看 除了刚刚讲的这些连结之外 它还建了一个企业的BI 所以呢甚至在疫情期间 这个它可以看到每一个分店来客树 然后做机动的调整 所以这样有数据之后 它才能做这些分析 那这些分析之后 它才能知道说这个店的策略 怎么去做及时的调整 我想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呢 我们在供应链串流这个计划里头呢 大概做了两年下来 除了像Louisa这一种之外呢 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行业 譬如说在做各位家里的抽油烟机 都是Sakura 这个樱花牌 那它要家里要装的时候 就找工人去你家里量 量完之后它回去做下单 那现在智通讯的技术进步了 量完之后呢 其实的设计讨论好 其实在下单的时候 在做这个它厨具的这些准备上 它就可以做即时的客制化 做好然后到工厂去 那工厂的部分 一样有这种从入料到仓储 这边都是加了可视化的这个资讯 所以这样的模式我们也去做鼓励 那甚至在我们张宾工业区 有一家是做IKEA的这个相框铝框 那一家也叫方德助旅 它也是要你看每个相框有大有小 所以要把它变成机械手臂可以做的工序 它就需要有一个四产线在那边 把真的人工的部分一步一步拆解 再导入这个SI的自通讯的厂商 让它变成是这个工序是可以很快的去进行 所以这样的产业的数位转型呢 大概做了一两年下来之后 行政院科技汇报也很支持我们这样子 所以它本来今年上半年是要办一个 数位转型的这样的一个SRV会议 但是疫情所以它就变成小规模的 那小规模之后呢 它有开始争取到一些预算 所以明年我们就开始也筹编了这个 各产业的一个数位转型的一个经费 那这个行政院有专案来提供给我们做 不管在刚刚讲的这些中小型企业 可能是生活型的或者是手工具 水舞金甚至食品纺织等等 那明年这样去布建的时候 是可以把数位转型的这个能力 再注入我们已经有不错的 这个基础的这些中小企业 那这个当然就有一些补助的经费 那有些不同的类型 有人就形容说产业把数位转型放上去 跑得很快的是凌凉 凌凉的翅膀加上去 不像走而已 还可以飞 那狮子很英勇 可是它也是不能飞 加了数位转型的ICT上去 当然那个更强大 那甚至乌龟慢慢走慢慢走 它很持久 可是加了翅膀也可以让它走得更快 所以这个数位转型的是一种模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们要往这个高阶制造中心去推动 刚好这一段期间美中贸易摩擦 所以我们有一个欢迎台商回台投资方案 大概到今年的5月20几号的时候 就已经三大方案已经破了一兆的投资 那这些投资会分三年五年去做落实 那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通过这样的计划 它回来这些的产线 它不一定要盖新厂 它可能新增产线也没关系 但是新的产线 它要有智慧化的元素 那什么叫智慧化元素 就是刚刚讲 从尽量开始从制程中 到它可能成品的检查 成品的入库 成品的仓储 其中有一段 它要导入这些智慧化 或者是全产线当然更欢迎 那经过审查之后 它就会落实在台湾这边 所以进来这些新的产线 就是我高阶制造去做 那这些台商为什么会回来 其实很多的是因为 一开始美中卖力摩擦是 大家如果还记得是 一些美国对中国大陆生产的晶片 可能在某一个印刷电路板上面 会不会多放一个什么后门 不知道 所以呢 这个过去我们讲究的 就是叫做cost performance CP值 其实现在是叫做trust performance 加了这个信任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的很多都是要 卖到国际的市场 所以你要让客户信任你 你才能够产品交到他手上 所以我们绝对不敢放什么晶片在上面 你放了之后以后你不会有生意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trust performance 现在也是回到第一题 Stanke问的说 台湾的这个产业形象 其实是让人家可信任的 让人家可信任之外呢 其实现在我刚刚讲的 口罩等等这个的品质是好 但是防护衣隔离衣 我们开始做 大家知道如果之前的这种隔离衣 大概布的材质都是要从杜邦出来 那杜邦出来呢 他就要 因为大家全球都在想隔离衣 那怎么办 我们其实就去找了在台南有一家叫卫浦 卫浦这一次要是做什么呢 做包大人子尿布 他做出来的这个可以达到比杜邦的隔离衣 还更好的品质 所以才一开始觉得说 这样大家都可以来努力做 那现在做完国内就刚讲 CDC就不愿意收那么多 那比较辛苦那就要走外销 那走外销 现在有几家其实相当不多的纺织厂 就要走美国的就要通过FDA 欧盟要通过西医的认证 那所以我们就在特别预算里头 有保留一部分的钱 本来要给CITD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要去走外销 要把品质做好 把拿到这些认证才能卖进去市场 这很重要 所以尤其防疫物资 其实如果能借这个机会 把我们产业建立起来 然后卖到全世界很好 所以我们就用透过CITD的部分 厂商出一半 然后政府出一半 现在有几家厂商 我们正在跟他一起合作 能够希望把这个产业的国际市场 能够也帮助别人 这个其实出发点都是在帮助人类 对抗这个病毒 那最后我要讲一下就是 刚刚这个政委有讲到一粒卡城 一粒卡城他这样青毛带血带过去 就一粒卡城好像卫生纸就解决了问题 其实跟政委报告 那个背后是很多很多 这个包括工厂 包括物流 包括超商 因为省副院长到时候当部长 如果大家记得 因为需求突然之间 每个人去超商去全联 就多买两串 去Costco一上架就抢光了 那为什么抢光 其实这是恐慌性的需求 可是工厂的制造也没有减 卫生纸的纸酱也没有少 也没有啊 我们做出来 但是做出来呢 远比那个需求 一下子就抢光了 是实在没办法 所以我们工厂的部分 就由我工会局负责 三班制 让卫生纸三班生产 礼拜六礼拜天 找不到工人 没关系 可以加班会政府帮忙出 那这笔钱呢 就没办法 就工会局 我想办法找捷鱼款去付 所以 其实我也付了一点钱 那另外 这个做完之后 去永峰渝 正农 他们职场都帮忙 真的 这个是要他们帮忙 因为他拜托人 运不出去 为什么运不出去 货运司机 因为一粒一休 而且不能叫他一粒一休 我做口罩可以三班制来做 为什么 因为当然就是也是要 不能太劳累 但是车子的司机 绝对不能让他很累 因为这个太危险 所以他还去调人去这些 所以物流也要运得出去 然后呢 我们那个部长住在信义路 因为工艺局旁边是官社 他后面刚好就有一间全联 他就每天下班七八点的时候 人家全联已经班官 都没有卫生纸 就跑去看说 就没有卫生纸 然后就打电话给我们说 又没卫生纸了 你还说有卫生纸 所以到最后 连司长连局长 都要自己在家里附近 操伤全联去看 有没有卫生纸 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那时候发生是三月下旬 到四月 如果大家记得 今年清明节是四天年假 那才紧张 四天年假大家都要扫墓 所以你要连加班都很困难 那就拼死拼火 就把卫生纸度过 然后一粒卡层 也帮忙化解很多紧张的气氛 不止卫生纸 泡面同时发生 所以呢 那个是 在部内开卫生纸泡面之后 然后一起去做 但是我要讲这个是说 这个国内的厂商就很可爱 我们拜托他 他就愿意帮忙 他就愿意克服各种困难 一起帮国家把这一段时间度过 那如果大家记得 一粒卡层完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梗图是说 你就尽量买 货很多 货很多你就尽量买 对 真的是货很多 但是其实有一些限制 就是买的时候只能一串 因为 那不然每个人去 那衛生纸 买都买炒嘛 你知道吗 你就买白行 买国资饮 你也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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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因为回去也不知道哪一天 怕 因为像香港也都是这样抢购 所以其实 背后 就是因为有很好的制造能力 很好的厂商 还有台湾 不管厂商 不管人民的素养 我们这一段时间 口罩也是这样 那个六日 我做口罩 六日去行口罩厂 回來就看藥局都還在排隊 然後排隊出大大洋還是一樣排 還要保持社交距離 然後排很長他一兩個小時也在排 這個其實就是國民的素養 當然背後其實也跟大家報告 唐政委發很多公務 我每禮拜一去行政院報告 他所有的這些配套 都是政委還有幾個長官在討論 那我就是負責去報產量 就是這禮拜有多少 那有時候產量做不到 當然就是那個工人 有時候就比較會被罵說 你為什麼做不到 因為我做到了他才能做分配 所以這個是兩個就是彼此這些搭配 這樣大概度過五六個月大概是這樣 報告大家這個三倍券也是政委在幫忙 所以這所有平台大概是這樣 以上報告謝謝 好 謝謝 看情形大家問問題的時間是沒有了 不過我先問一個問題 各位各個公司 有沒有被課到保留營餘的 本來10%現在是5% 有被課到這個稅的請記住 很多 5碳級這個都是有碳級 但是大家要注意 已經有了保留營餘那5% 如果你有計畫做轉型的話 就不必交做投資就不必交了 這個大家今天是過去賺的錢 那未來投資抵減是未來要賺的錢先投資也可以抵扣 現在希望有幾項目都這樣在做 另外在AI的人才的信念方面呢 實際上工業局有一個政策 現在幫台南交大裡面他們做人工智慧人才的信念的話 工業局是補貼一般的協會了 這個已經就在推動 所以南部的有興趣可以看看台南交大的一些信息 那接下來我看了就接 對不起我有我在這邊可以 現在度創辦人嘛 因為AI現在是很夯了 那他是可以幫很多忙 不過我問的問題是 自己公司要自建這個能力 還是有很多事情是外包 那自建跟外包的抉擇應該用什麼 原則或者想法來提供給我們所有人 這個是未來每天大家老闆要面對的抉擇 是不是請渡創辦人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就是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 剛才這個 唐正偉在Social Innovation 大概有秀出來 就是我其實最近看到 看到我們台灣的DG Plus 2.0的這些計畫 其實他把台灣的數位經濟發展 他分成三層 其實我覺得分得非常好 第一個就是硬核心 暖實力跟應用 那當我們在想這個AI的Innovation 我常常在很多的演講我一直在講到說 人工智慧自己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人工智慧解決什麼問題 它才會產生它的價值 那解決什麼問題 解決問題它的本身 其實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東西是從應用的部分往下去想 我要怎麼去建立一個解決問題的這個方法 當然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個就是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其實剛才這個科所長有講到軟體硬體 其實現在講軟體硬體也不太好 因為有時候講軟體的時候 硬體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不講硬體 其實我們講說這個是一個比較數位經濟的思維 數位經濟的思維 它本身是圍繞著問題本身 圍繞著人本身去解決一個問題 那解決問題的方法跟遠見 是不是自己的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辦法在最快的時間 在全世界第一個把這個問題解決 然後把你的手型修出來 修出來之後 大家就會照你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決定你這個團隊裡面 你要帶誰出場 那這個leadership其實就是數位經濟思維的 這個leadership的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常常有時候把它講成 其實就是有點像G20B或是PTT 這種鄉民的精神 當大家在想到我們的台灣社會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麼把大家的這個資源 把它整合起來一起來解決 那人工智慧自己本身 剛才有講到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人才非常的少 所以這個工業局現在還在訓練 台灣的這個軟體人才的實力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不是只有請不到人的問題 你隨便請一個好的人 你也不知道怎麼去evaluate 你不知道怎麼去evaluate 任何一個人他的薪水 可能都是比你現在正常公司的 職員的十倍甚至二十倍 那其實也會造成這個組織內的這種 心理不服氣或不公平的感覺 那其實那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利用我們現在已經有的 軟體平台 軟體資源 那這個也就是我常常在有些地方 我會提到就是說 以數位經濟的這個message來講的話 以數位經濟我們在講解決問題 我們想的是我們怎麼把 積木疊成一個城堡 而不是我們去想怎麼去生產一個積木 當我們的目標是疊成一個城堡的時候 其實各種積木我可能用得上 那積木是不是自己的 有沒有可能是open source 很大部分現在能夠成功的 總是幾乎都是open source的 我們今天在講這個evalon 它今天是一個很成功的 這個cloud的solution provider Evalon上面大部分的OS 大家去使用的 全部都是open source foundation 不管是apache foundation 或是linux foundation 都是這樣子起來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時候在講說 我們在台灣如果說大家在想 我們要怎麼去利用人工智慧解決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當然是我們自己 要有這個軟體的思維 所以我們團隊要有人工智慧的訓練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在解決這個問題 你一定要有一個開放的這個概念 你要可以利用這種 比如說像GDV的組織 或利用AI-level的組織 我們怎麼一起團隊去打國際戰 那我可以有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其實就也是剛才施董事長問到的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政府在這次科技防疫 其實我們做得非常的好 那我們科技防疫 我們怎麼把台灣的團隊帶出去 讓全世界知道 所以其實像我們有了口罩國家隊 我們有了科技防疫 其實那時候陳副院長也帶我們做了 也問我們幾個題目 那我們其實很快就把這些題目都包含 比如說怎麼用健保藥物的篩選 怎麼去做這個病毒株的追蹤 怎麼去做social distance的這個APP使用 我們把這東西一個一個把它呈現出來之後 其實馬上那個嗅覺很靈敏的產業就過來了 就比如說賣胸部AX關機的 就有廠商過來了 那我們能不能跟AI-lab的這個胸部AX關機 整合一下 你知道PCR做一個篩選要四個小時 我們胸部AX關機一照幾秒鐘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有肺炎的 而且我們的準確率還不抵有 不輸這個PCR的檢測 所以這個項目立刻 我們其實剛剛有講到 立刻我們就走申請這個FDA申請EUA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台灣有四家醫院 現在落地要去使用這種 武漢肺炎胸部AX關機的這個快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你要去連結 要去串連 要去想 那想的本身是在解決問題的本身 那今天又有另外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們不是有剛才有一個足字稿嗎 其實這個是那天楊理事長來我們AI Lab參觀之後 他馬上看到我們這種由語音辨識 語音理解這種足字的功能 他說那我們今天大會能不能 我們做一個足字稿的整合的系統 其實這個整合的系統 我們這整合起來花了多少時間 應該兩個禮拜嘛 兩天 OK 那我講錯了不好意思 兩天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種 這種大家合作起來 Innovation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當然我們這個 尤其是在這種跨業整合的這種合作 你只要看到好的技術 你看到我的生產設備 我的信用場景可以使用 立刻來找我們 我們就是會一起來做出這解決方案 當大家看到的時候 看到的不是說這個技術是誰的 你的我的或怎麼樣 大家看到的是你有解決方案 這個解決方案可以解決我現在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未來數位經濟 我覺得大家要的思維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透過這種平台的協作 那共同的去合作 因為我們台灣已經有的這種產業的這種 我們剛才講這工業院 這裡有很多這種產業的這種優勢 共同創造給數位經濟好的這個solution 那台灣的軟體人才 其實是絕對是世界級的 那我覺得過去我們真的是太忽略掉 台灣的軟體人才 所以我自己本身在Microsoft 我負責這個亞代地區的recording的時候 我們自己AI research 在負責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裡面有三百多個台灣人 Google有兩百多個 那我們之前過去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要回來做什麼題目 那剛才其實也有問到就是說 政府有沒有可能帶一些題目帶一些角色 其實剛才也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科技防疫其實就是一個好的題目 那我們剛才有講到我們怎麼解決這種 產業製造業的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決數位轉型的這個問題 或者說我們未來在無人機自駕車 一個一個的領域 其實我覺得政府去想一個題目 建立一個平台 不用去投一定要投哪一個產業的錢 而是說我們只要有這個Ecosystem 大家一起來解決我們台灣自己在地的問題 其實這個產業本身就會展出來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 數位經濟的時代 尤其是加上網路軟體時代 常常是贏者全拿 也就是說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在這個時代就是最重要的是速度 效率整合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科技環境其實口罩地圖 或是AI Lab我們這邊有Social Distance App 我們有這種社交距離的APP 比如有這種S官有這種老藥信用的快篩 為什麼我們在全世界會有這麼多個國家來問我們 其實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做得快 我們解決了問題 第一個解決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以後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種數位經濟的 這種要培養這種數位經濟的思維 就是除了我們剛才講的硬核心 軟實力再加上這個產業的應用 其實再往下一個切面就是 我們應用的層面 這整個Virtual從軟從硬一直到我們的Solution 這一定要透過這種團隊的協作 然後我們一定要做到世界級第一的這種速度跟水準 謝謝 謝謝 廖楷模 你不必緊張 因為我是主持人 我有特權 何況這個是我們楷模的主場 所以你最後慢慢講好了 你要用多少時間都可以 那可以應該 那我的問題是說 因為你在談到智慧新生活 我們的基礎建設等於廖楷模等於投入也很大 而且已經在把平台以及一些內容有考慮到 那如何這個生態要有效的建設 因為我特別寫各級政府是包含縣市政府 都有關聯性 中央政府可能政策上弄或者錢撥下去 但是真正要落實還是地方政府 因為生活是屬於地方政府要管的 實際上這次防疫 地方政府也是花很大的力量 做隔離方面也投入很大的心智在裡面 所以我想你就慢慢講好了 好 廖楷模 謝謝大家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是我們團隊裡面的議員 我覺得今天比較重要的是 這麼多貴賓來到這裡 尤其我們這個唐鳳政偉 我看那個下課的時候排隊 我本來很熱門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改天沒有人要改天 所以我們現在把時間留給他好不好 所以剛剛我們這個 我們Stan哥在問的這個問題 其實呢整個也是我剛剛正想要問的問題 我先A口一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在講說 這個國際行銷啊台灣現在這麼出名啊 什麼台灣可能還有 那你怎麼樣去打動全世界 事實上我剛剛聽到這個我還滿有感的 因為我自己在文化創意事業裡面 那台灣呢這一塊以前很強 告訴我整個亞洲是不是大家以前都在看 什麼 我沒有那麼老啦 不過婉君表妹各位有沒有看過啊 以前有沒有看到窮咬很多的這個節目拍得非常棒 整個亞洲你只要隨便問大陸人說 你知道朋友在對嗎 他說喔有有有外婆噴湖完是不是 所以文化創意產業呢在國際上 會讓我們淵源流場的去 不斷的去重複我們自己的這個行銷 那你問問我們後面那個漂亮的女主播 我女兒她讀大學的時候 居長會講韓文 你就知道現在韓國的文化有多麼的強 我大女兒她讀書的時候是在溫哥華 所以她是講日文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看那個日文的文化比較強勢 那現在呢全世界喔真的全部都是韓 韓國的文化引領風潮跟流行 你有沒有去日本買過免治馬桶回來 你有沒有拿過她的電鍋回來 你有沒有去排隊買一隻兩三萬塊的吹風機 有那是因為來自她文化的傳播 那整個品牌呢台灣在這個過程當中 本土文化忘了精緻化這件事情 我已經唐鳳政委報告了 我說這件事情請大家務必協助我們這種文化創意事業呢 能夠在數位匯流過程當中結完取值 那我覺得這是系統性去解決問題嘛 你如果說我只有一張沖一波 網路上是不是常常沖一波 沖一波現在剛好有疫情台灣沖一波 再來呢 再來呢你沒有持續性有計畫長期的去行銷我們自己 事實上呢那個品牌建立大家都做到不愛做 其實很辛苦 那我們也呼籲政府呢能夠在系統性解決問題裡面 我在台北看過下支辦活動 那個真的很驚人喔 它可以把藝術文化流行喔 全部綁在一起 台灣人真的很厲害 要辦一張服裝修你知道嗎 我們像那三個那樣貴 原來你就發現說原來在行銷上面呢 它可以無邊界的把這種創意發揮到無限 那我覺得這一塊呢 我要echo一下我們那個Stan哥啦 就是說如果你只是這樣沖一波呢 我覺得就可惜了 那應該支持我們這種文化創意產業呢 最近各位有沒有看雨鱷的距離 有 如果各位最近還看那個Worker 我們那個藝仔會那個那個董事長 騎著要把我騎你知道嗎 他說喔 在我的工地騎的 這些做工的人對不對 在我那裡拍他覺得很show off 然後那些影片還真的是紅了 那我覺得這樣的系統性的宣揚我們自己呢 我覺得它才是有效的 它會帶動後面很多的觀光 它會帶動我們的那個很多的產業 觀光產業 我們流行產業 我們的產品 才有機會在國際上發光發熱 那這一點我替文化產業講一下話 第二件事情喔 當然就要問一下政委了啦 這個政府的角色啦 各位知道最近5G很紅 5G標金多少 1380億 多出政府要的快接近一千億 政府只要四百億喔 那沒台沒錢 這幾家去把它標成一千多億對不對 那一千多億標完之後呢 欸這個大間的電信商呢 它們拿的魚肚有沒有 大家常常看 魚肚比較好吃的那一塊都電信商拿走了 那剩下來呢 欸有 有的比較小間拿到魚尾跟魚頭 最後呢 兩年後會再標一次 叫做企業專網 那企業專網呢 欸我請問各位喔 除了我們是電哥之外啦 你什麼人有能力去給我 那個企業專網喔 請舉手 你是台塑嗎 不是喔 那我們的中小企業處 我們的這個居然在這喔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沒有能耐去 阿得 好 失了失了失了 我們實在是喔 沒有能耐去拿到這樣子的一個企業專網 阿你怎麼拼 你怎麼拼 你就在那個工業園區裡面啊 啊 我們在林口園區啊 是不是 我看到我們的幾位開幕在裡面開店喔 我們的煥青兄 把我們拼拿拿那塊 你在裡面你有本事拿到標到5G的企業專網嗎 沒有齁 所以這個政府呢 經常齁 這個城鄉差距都隨便說 那把它拉平對不對 那個那個 常在說我們現在台灣的貧富差距倒梯自行 好起來用一支那麼大支 桌子整桌子都沒錢 那我們怎麼樣去把它拉成橢圓形 那是政府的責任不是我們 那我們希望在這過程當中 被政府拉成橢圓形的其中一元齁 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政府的這個資金 再補貼那一千億的時候 我替大家發聲喔齁 在補助那一千億的時候 千萬不要在規劃裡面忘了我們 齁 我們沒有能力拿到 可是呢我們的園區 我們的希望園區 我們的工業園區 我們的精密園區 很多園區 是不是園區也可以當成一家大企業 標標我們大家來奔嘛 齁 那我想這個呢 我們請這個唐鳳政偉 他很厲害的就是 他可以很系統性的去思考跟解決問題 那我覺得中小企業的活力無限 其實台灣八成當中 我們這種中小企業 那我們希望呢 政府在做所有的 這個資源分配的時候呢 事實上呢 中小企業是免於 我剛才一直講喔 我說我們都可以蓋光纖網路 我也可以做電信 各位知道那個 中雷 Small Sales 通通從台 從桃園 我剛才講 41%的網路啊 我們蓋了 給電信用 現在電信喔 每間都有幫我們做出了中華電信 其他的就是我們做那種微笑曲線 最下端的那個call缸就是我們做了喔 那要不要做喔 要 我們要在5G的產業鏈裡面 各位很重要喔 中小企要聽清楚喔 在5G的產業鏈裡面 你有沒有卡到位置 你沒有卡到位置 你沒有卡到位置 就是我剛剛那張圖 各位就甩出去了喔 接下來我們請唐豐政偉 對我們做一個Ending 這個最近很重要喔 這個政偉是跨部門你知道喔 各位聽到了數位發展部喔 來我們熱烈掌聲好不好 謝謝 這個我們辦研討會就知道 不要把自己擋在各位跟晚餐中間喔 所以我會盡量剪短 其實剛才Eason就是 督創辦人有一個 我就幫你簡稱一下啦 就是說因為Stan問的問題是build or buy 就是到底哪些東西要自己做嘛 核心競爭力 哪些可以用買的不是核心競爭力 那Eason花了很多的這個篇幅去講說 既不是build 也不是buy 你有一個方法 那我姑且把它叫bridge 那bridge的意思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人家已經買好了 那但是呢它解決它的問題 其實跟你的問題完全不一樣 但是呢因為它是採用開放式創新的系統 所以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到90% 你直接把它拷過來 那因為開放式創新的意思就是 人家答應不來告你 所以呢你取得它的這個授權呢 也不用問過它的同意 就像日本唱嘻哈的拿我的那個放彈的稿子 去做他們的嘻哈音樂 也不用問過我的同意一樣 那你解決了90%之後呢 你自己還是要build10% 可是你這10%也不需要自己build 你就開一個群目 開一個重包 那所有看不順眼你解決方法的人 就會跑出來 然後也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既有buy的部分 但是沒有花錢 也有build的部分 但是沒有花自己的力氣 你全部做的事情 你全部做的事情是做一個branding 就是去把這個問題值得解決這個概念 讓所有人知道 那這件事情 一旦大家一認同了 那就像湯姆利血記裡面騎牆一樣 大家都是來搶著幫你騎牆 所以就是先幫Ethan的回答做一個詮釋啊 那其實剛才這個廖凱摩的問題 其實也是很類似的 像我自己的經驗就是我去Esobia 有去參加那個社會企業的世界大會 SEWF 那他們在那邊就是一直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行銷這個Esobia 或者是非洲的一些食物 那他們的看的目標就只有兩個 那他就問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把我們的這個Ruibus 就是好比像說他們的國寶廠 我們知道是非洲的是 因為我們翻成南非國寶廠 但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看到Ruibus 絕對不會想到這個南非嘛 那所以呢他們就說 我們能夠把它做成像日本的壽司那樣的東西 或者像你們台灣的珍珠奶茶這樣的東西 它不是講來讓我高興的 因為我那時候還沒有進場 他們螢幕上面就是壽司 珍奶 他們覺得這兩種東西在全世界的辨識度最高 那但是我進來之後我就說 其實你應該往珍奶的這個方向想 為什麼呢 因為珍珠奶茶它就是開放式創新的一個最好的例子 你既沒有說一定要用黑的珍珠或者白的珍珠 你硬要用哪一個可能還會炒起來 而是說只要有用Tapioca就是珍珠 那茶的話也沒有說一定要是就是烏龍茶 或是綠茶 紅茶都沒有嘛 事實上你用Ruibus作業叫做珍珠奶茶 也就是說珍珠奶茶它是開放式創新的一個很好的體現 就是因為它就是只是這樣子一個體驗 這樣一個感受 那任何人只要想到他覺得怎麼樣的配方比較好 他不用問過本來的這個創始店 其實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才是創始店的同意 他就可以自己去揪集一幫人 然後去做出這樣子的創造 那這件事情是不是對台灣有加分 真的是有加分 等於是非洲人在那邊這個絞盡腦汁 他們Ruibus怎麼樣做成珍珠奶茶的時候 無形之中它是在推廣台灣的文化實力 而我們事實上沒有給他們一毛錢 而他們也不需要給我們一毛錢 也就是說我覺得接下來的一個對外的branding 就是你問題的第一部分 就是想到台灣就想到開放式創新 就沒有什麼別的 就是你就有新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樂於跟大家分享 大家去加強那很好 我們的問題又解決更多 那這個我覺得可以是一個 大家所有人共用的一個branding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如果這個變成一個新的文化的品牌的話 那我們自己在內部的產業 就是我們在5G的這個時代 到底要怎麼樣運用5G本身的這個優勢 那我覺得當然大家現在都會背嘛 這個低延遲嘛 這個高頻寬嘛 這個廣連結啊等等 那但是我覺得低延遲這個是目前很重要 而且大家還比較沒有花那麼多時間去想的 那像我自己這個也有在5G手機來 我剛剛測速嘛 這個我有跟局長講 快要飆到500Mai 下傳這個非常好 那但是因為這個也只是表示說 我傳一個影片會變快 可是事實上大家並不是沒事在那邊看4K的影片 所以其實這個是速度快是最先體驗到 但是是最無感的 那什麼是最有感的就是低延遲 低延遲不是只有說在救護車上面裝新刀館 或者是開刀那種程度的低延遲 而是說我們在辦像剛剛講的這種國際會議的時候 怎麼樣子去讓沒有辦法來 他可能正在lockdown的人 有一種他就是到了台灣的這樣一種感受 我們每次點頭 他不用稍微等一兩秒鐘抽格 他可以感覺到旁邊的人正在點頭 而且他只需要帶上這個很便宜的VR設備 或者是AR設備 他就有一種說原來台灣的山 台灣的海 台灣的各種各樣子的這個自然環境等等 他生利其境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我覺得比起其他的就是特色 就是光連結或者是高的頻快 更能夠快速的讓我們文化力量傳播出去 所以這我當然也是因為有就是參加那個XR Space 我真的覺得那是我第一個VR頭盔 我可以連續帶四個小時 然後不覺得累 那我覺得從這個低延遲 然後從VR這個角度出發 我覺得越來越多人會認為說 他也認同台灣的文化 他可能不是在台灣出生 他可能甚至一個面對面的台灣朋友都沒有 但他就是因為覺得開放式創新很棒 他願意當作這個所謂Also Taiwanese 那我們現在剛好又在一直發那個就是雙重國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波 就是任何認同開放式創新不是只有在防疫上面 都可以也成為台灣人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覺得自己是Honorary Taiwanese的人 只要越來越多 我覺得我們就不需要擔心說 我們在全世界好像這一波完了之後 無以為急 因為這些Also Taiwanese會幫助我們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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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五位以臺人 那因為今天我們從下午聽到的 5G AI 開放平台 所以我腦筋想到 因為今天我們是楷模 是不是楷模能夠推動一個楷模5A 創新平台 5G AI 叫5A 5A當然是最高等的 5A 5A平台 那也是整個以楷模率先 在台灣在這個轉型升級裡面呢 做出一些實力出來 然後呢整個帶動整個 Open這些經驗就是可以分享給整個所有的產業 那這個平台裡面呢 可能李局長要支持吧 另外中小企業處也要支持這樣 我們楷模的5A開放創新平台呢 可能一起來迎接整個我們的今天的主題 就是大家一起來轉型升級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雖然比表定的時間晚 不過因為開始也晚了一點時間 那晚一點吃大概也沒有什麼損失了 但是我們都聽了這些 跟大家有切身關係的這些信息的話 我相信大家會感覺到是滿載而歸 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魯蘭參理 最後楷模真的要謝謝我們Stan哥 他這樣一路來支持我們這個 所有楷模的學習 我真的很感佩他 那我第一個率先支持 有A比你沒有A比較好 我們有A中都不錯 來政府A看看有沒有 我們就謝謝這個Stan哥 謝謝